原地震引發災情 唯一的在地立委傅崑期 晚間雖然抵達傾斜的 傅凱飯店勘察災情 但他原本預定好 這週就要率團訪問中國 行程並沒有因此往後延 會如期出發 這讓外界質疑 在重建家園的時間點坊中 似乎有些不恰當 傅崑期強調 因為花東就是靠觀光維生 唯有吸引大量觀光客 才能讓經濟蓬勃 而現在花蓮 因為天災道路中斷 形同孤島 如何幫助花蓮人民 恢復經濟會是當務之急 傅崑期這個時候 你怎麼可以撒手不管 你把花蓮的人民投票支持 你的選民置於何處 到底是中國給了什麼指令 讓他們必須在現在 急迫的前往中國去領執 但是也傳出為了避免輿論反彈 以及出訪期間 被民進黨立委偷襲表決 傅崑期特定下軍令要求 國民黨立委二十六號 得坐鎮立法院 等到議程都確定之後再出訪 因此行程也可能會調整 從二十六號到二十八號為期 三天兩夜 因為我們的團長是副總裁 所以我都尊重他的意見 那我只能 因為我只是團員嘛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的意見 雖然藍尾強調行程規劃 都尊重傅崑期 但是花蓮地震釀災情 如果在選後居民人心惶惶之際 還出訪 輿論的後座力恐怕難以避免 三連新聞綜合報導 最後一次 poly 零 零 零